大家好,我们是老卧女孩,经常有中国人问我,老卧人和中国人有什么区别? 那我来说一下,我们和中国人区别不大,我们也是信仰佛教国家,所以老卧人很善良, 主人非常热情好喝,对华人很好善,老卧有很多魔巧的,因为老卧女孩很漂亮, 中国的哥哥来了以后就舍不得走了,老卧人喜欢吃糯米,但大米也可以加瘦, 吃的东西喜欢吃辣酸甜的,我们的肉类要比中国便宜, 但我们也是每天每顿都能吃到上肉,我喜欢吃的中国红烧肉, 我们都想要找一个每顿都能给我们吃肉的中国男朋友, 还有什么区别呢?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,工作强度低,慢节奏的国家, 没有中国北上国层的压力,而且地价便宜,自己只要有土地,改个房子很便宜, 老卧女孩没有中国女孩那么多物质和势力,只要彼此相爱,男方条件差也没有关系, 女方的父母也会同意的,我们老卧女少难多,所以我们很早就想家去去, 我们不在乎男人的年龄,长相,身高,只要是能真心对我们好, 能把我们女孩的父母当做他们的父母来对待就可以了, 从一点也没关系,只要人实在对我们好就可以了,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了解的,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,谢谢大家。